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选比较清爽的食物 这次介绍的食物 其实它是蛋糕 但是我选了清爽低噶一点的材料 就是优格来做烤蛋糕 优格的好处很多 利用它可以替代热量比较高的 cream cheese 就是乳酪 口味可以保持一样浓郁的 但是比较好控制热量 如果买了一整合无糖优格 怕直接吃太酸的话 可以试试看 做法是很简单 好 那我们就开始做 做法的事 做法的事 用骨的水 配上骨油 切成成一箱 的将骨 切成一箱 填一刻 鯛 水 鯛 大約去 鯛 鯛 鯛 水 鯛 振燼 鯛 煮 在小米加起來 加薑 先加上微波 加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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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薑 加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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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フルーツ 蘑菇 蘑菇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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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GURT KAKI 作用 YOUGURT KAKI 完成 OK, 这样就有非常漂亮好吃的 YOUGURT KAKI 完成啦 Dewa Itadakimasu! 好了,现在就可以开始吃啦! 它是分的是非常的漂亮! 优雅的样子! 那我先这个从旁边切,试试看! 哦!下面是蛮脆的! 喜欢这个蓝莓的颜色,非常漂亮! Dewa Itadakimasu! 哦!哼哼哼! 嗯!真的,它口味是非常的浓郁! 因为它是优格嘛! 所以我怕味道没有什么一个吃到浓郁的样子 但是其实这样子做的话,可以享受浓郁的味道! 而且也不会那种油腻的,还蛮清爽的! 哦对,那我还是要试试看这个原味的部分! 因为有的朋友们可能不太方便准备这个蓝莓酱! 那如果没有的话,只有这个优格蛋糕味道会如何? もう一回 Itadakimasu! 嗯!完全没问题! 其实这样子吃的话,可以享受更多的这个优格的风味! 所以有酱还是直接吃都可以享受的! 太好吃了! 好了,这次我还是用到一些热量比较高的材料! 像是奶油! 减量鲜奶油增加优格也可以! 然后蛋糕第一步,不放饼干跟奶油也没有关系的哦! 用烘焙纸铺在模型里面,然后直接倒入馅也是可以的! 这样子可以预防从模型下面,馅流出来的情况! 优格的利用方式很多! 在腌肉时候加入一点优格,就可以做出来口感比较嫩的肉片! 还是做马铃薯沙拉类! 如果你要减量美乃滋的话,加一点优格就可以补滑润的口感! 当然做甜点也很适合! 如果没有要烤的话,做放入冰箱凝固的甜点也很好! 之前我有介绍过,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希望大家多享受健康清酸美味! 谢谢!